肺结核夫妻能一起睡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燕 陕西省结核病院中医结核科副主任医师 肺结核夫妻呢 我们的建议是 还是最好是分床睡 分房睡 因为呢就是结核病 很多病人 他如果是谈举阳性的病人 他的传染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对家人的保护 因为这个结核病 他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 是一个飞沫传播 所以在如果是同屋的话 他这个飞沫就是在这个屋内 然后就会传染给就是他的家人 所以这个夫妻在谈举阳性的时候 我们还是建议他要分床的 我们一般情况 一个肯定是因为很多病人 在刚刚诊断结核病的时候 他是非常焦虑恐惧 而且你想毕竟他是一个传染病 很多人他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所以他就非常的焦虑 然后思想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们就要 尤其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 我们要对这个病人进行一个宣教 要让他认识这个疾病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 和心理的安慰 还有就是我们还要对他进行 让他要足够的认识这个疾病以后 他就能正确的面对这种疾病 然后要让他在按时的吃药 要让他知道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 然后病人慢慢的就恢复了 他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心态 也有利于这个疾病的一个恢复